螺蛳粉好吃吗 好吃 我们村的唯一农民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你们一直点名的螺蛳粉 是摊底的 之前是做过炒螺蛳粉 那这一回试一下有摊的 因为摊的味道会更加的 你知道香 看一下老爷子会不会喜欢吃 OK 那现在上去整理一下 就开始做饭了 待会见 那先分享一个香油的做法 因为在德国一瓶100毫升的香油 就要几十块钱了 那还不如自己熬呢 省个好几百呢 把香菜和葱放进去 控制好温度 火候不能太大 因为太大的话很容易炸过头 我和你们说 那个香味啊 哎呦 满屋子飘香 变成金黄色后 香油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就做一个万能肉馅 葱 洋葱 用这个手动搅拌机割碎 个人觉得比那个电动的有感觉 再把它倒进这个肉馅里头 一颗有机的鸡蛋 盐 13香 糖 鸡精 嗯 最后呢 放点极味鲜酱油 哎呦 一点生粉 开始搅拌了 这个肉馅啊 今天主要是拿来做炸腐皮肉卷 当然也可以拿来包馄饨 做包子包饺子也可以啊 哎 最后呢 要加一样画龙点筋的东西 等等 那就是刚熬好的香油了 香油过滤后呢 放在一盘饭凉 那我们就开始卷腐皮吧 至于成不成功嘛 那还真的不知道啊 毕竟呢 天才原是第一次做 当然肉馅呢 是做过很多次的总结下来 一般炸的东西呢 老外都会觉得比较好吃 重头戏来了 螺丝粉 粉下开水煮10分钟 过凉水 另外呢 起锅煮汤 把所有的调味料放进去 怎么可以少了蛋呢 滯 为什么滯 表达 ウォーSü 这就是 螺丝粉 粉 粉 呀 螺丝粉 嗯 心怒 armies 培伽 你 这 是嗎? 是嗎?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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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太好 不太好 但是我把你弄得很厉害 我试试你爸爸 这是什么? 准备 ,你吃菜 嗯 嗯 很棒 嗯 ,嗯 嗯 嗯 饕頭 耙 是魚 但它不一杯 因為它沒出來 到了这里肯定有粉丝问 妈妈去哪里了 妈妈今天去聚会了 如果她老人家在家 我们还真的不敢煮螺蛳粉 真的煮一包螺蛳粉 家里面开窗要开两天 那味道才能散掉 而且这有点微辣 妈妈的肠胃也是吃不了的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 它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才偷偷的吃 没办法 你们瞧一瞧 老爷子都已经上道了 正式加入螺蛳粉队伍 对了再得我一包螺蛳粉是45块 看来老爷子对这个摊底特别满意 吃完以后用手插插嘴 直接看锅 那我就把剩下的全部都分了吧 大家不要以为圆没有吃 我已经吃了三条腐皮卷了 是什么 好吧 好吧 太棒了 ni 蜂蜜 还好 螺蛳粉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接下来呢 那就是你们老爷子拍广告的时刻了 没错 德国汉高七下的玉云洗洁精早上的老爷子 首先呢 老爷子和姐姐都是用这个牌子的洗洁精 那时老爷子知道后开心的不行 你们看 起碗都非常的积极 他说没想到他一大半年纪还可以接广告 当然还NG了好几次 很好 OK 很好 OK 很好 由于呢关头哥腿还是不太方便 所以呢最近圆学做家务 比如说垃圾分类啊 还有有机垃圾啊 都要自己弄 其实我的家务能力是很差的 用关头哥的话就是打扫的不够干净 确实我也承认啊 顶多也就会做点饭炒个菜 这就是我们家分类垃圾的地方了 在德国这边一般是两周来拉一次垃圾 你看这堆积的够多了吧 后面呢撕垃圾 后面呢撕垃圾 就在我们花园后面有个专门放撕垃圾的地方 也就是自己制造的天然肥料 你们还记得我们家的那三个蛋囊瓜吗 哎呀我觉得就是营养太好了 长得那么大都不知道要吃到何年何月啊 就是到了这里就可以了 老爷子呢在这里安装了一个冲洗的水龙头 这完事后呢还要晾衣服 哎呦来来来来 姐妹们顺便分享一下原入手的新外套 好看吧 折扣下来一千多块人民币 原来我也是会做家务的啦 当然不如关头哥做的好 晚饭呢简单吃点 金餐与寿司和美式烤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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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